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教大家 如何把普通外科口罩改良 從而提升保護能力 坊間有很多口罩 最保護力強當然是N95 一般人很多都使用這種外科口罩 這種外科口罩有三層 中間那層是用來過濾病毒 中間那層過濾病毒的能力 很多都是95%以上 可惜戴上臉後 保護力會大大降低 去到40%或以下 今天想和大家談談 如何調教 如何改良這個口罩 令到保護能力增強 坊間也有很多人用佈口罩 這些佈口罩純粹是舒服的 沒有過濾病毒的功能 歐美地方、海外 都非常多人用這種 我會和大家說 如何利用到這款口罩 都密盡其用 不要說要扔掉它 為什麼呢 我們說這些外科口罩 一戴上臉後 過濾病毒的能力會大大下降 因為戴上臉後 其實它不貼面 你可以看到 由於它不貼面 這兩邊有個孔位 病毒很容易在這兩邊 飛出飛入 為了堵塞外科口罩 戴上臉後 兩邊有個孔位 我們可以用一個釘書機 很簡單就可以去優化這個口罩 做法很簡單 就是把外科口罩 拿著這個邊位 摺一個90度角 就是這樣 之後就用釘書機 去釘上它 那口釘滑的面 向自己的臉 不然的話 很容易會刮到自己的臉 在這個位置 釘一下 我做另一邊 一樣 也是 摺一個90度角 接著 後釘滑的面向自己的臉 後釘一釘 製成品就是這樣 你會看到好像一艘船的形狀 戴上臉 你就會發現 是貼服很多的 我現在試試給大家看 好了 我現在就把剛才 剛剛特製的口罩 試了上面 你可以看到 邊位 其實是當堂 立刻 貼服了 沒有再有 空隙位 縫位 其實會大大提高它的保護能力 如果你家裡沒有N95 或者戴N95 不舒服 你都可以不妨試一下 用這個方式去優化你的外科口罩 如果你不想用釘書機的方法 還有第二個方法 可以去優化這個外科口罩 方法就是 用這個口罩 又是在邊位 屈一屈 兩個角 對齊 在這個位置 把繩綁一個裂 裂 裂裂 一定要綁得貼服 邊邊位 最短短的位 這樣就在這裡打一個列 你會看到 就會呈現了有一個摺摺 這樣就對了 做完另一邊 又是歪歪的口罩 點對點 兩個角就對稱 然後 一條繩 在這裡打一個列 來 你看到了 製成品 就會變成 又或是像一艘船 這樣 我就可以現在 立即戴上臉 給大家看一下 好了 我現在就戴了 剛剛加工過的口罩 你可以看到 綁了個列之後 整體的口罩 都是比較貼服的 就沒有了那個 那位問題 另外 這款口罩 綁了個列之後 整體的型 都會是細了一點 還有 耳朵的橡筋位 都會是蠻橫了一點 所以我就認為 這個口罩 就是適合 一個面型 細至適中的人士 如果面型 是比較大的人士 可能戴得久 這個耳朵 蠻橫了 就會有少少不舒服 如果真的有這個問題 就可以參考 接下來我會講 第三個方法 好了 就來到第三個方法 就是正常去 配戴這個外科口罩 配戴了之後 這個洞洞位 還未解決 這個時候 就可以 on top 再戴上你的 布口罩 你就要確定 你這個布口罩 是cover得夠高 夠廣 是可以 倒絕到 這個漏洞 這樣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三個方法 很簡單 去提高外科口罩的 保護能力 如果你喜歡這段影片 又或者覺得有用 就記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